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潮民的頻道 我是你們的主持 郭政棠 最近東盟十國 十個國家領導一起開了會 然後一起在台上手牽手 表示要集體 全體一起放棄美元 東盟十國要進一步 促成他們的地區本幣交易 此舉就是為了能夠預料得到 美國現在正在籌劃一個 更加大型的金融危機 而每一次金融危機 東盟十國都是首當其衝 本幣貿易交易這件事 在東盟十國這個地區 甚至還有中日韓 都是想開始用本幣交易 已經說了幾年了 推得最大力的就是印尼 這次其在菲律賓都有份列席 而且沒有出聲 表示支持 菲律賓的態度又怎樣 只知這個世界現在 無論是大宗商品能源交易 甚至貿易都開始趨向去美元化 國家與國家之間尋求本幣交易 美元過去這幾個月 經常放話要減息 然後又加息 飄忽無定 就是為了對全世界進行一次大收割 而所有國家都看在眼內 紛紛都是想去風險化 中國在全球想去美元 去風險的這個舉動裡面 又能夠成就一個怎樣的角色 怎樣幫到大家呢 全球又有幾多個國家 開始越來越積極地去美元化呢 在這樣的世界格局轉變下 我們一般人又怎樣可以在當中找到一些好處呢 稍後就陪大家一起慢慢研究 再之後為大家報道 就是有一位本英應該臭名軟播 但卻被西方視他為搖滾樂的老祖宗 這個人叫做Rod Stewart 本來今年年初就說要來香港演出 後來就扮說不來極權的地方 所以就不來 取消了亞洲的巡迴表演 這個頭號敵華分子 一向行為都不檢點 但是原來西方人眼中都是雪亮的 最近他就在德國的一個演唱會高調支持 烏克蘭的時候 就被德國的歌迷抬下一片虛聲 看來這個世界這幾年 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眼光開始雪亮 都受夠了西方 美國為首的道德捆綁 其實暗地收割的這些戰略 而這位Rod Stewart從來行為都是不知所謂 早就已經在80年代參與過我們香港小姐決賽 擔任頒獎嘉賓 而且在台上就造進一些侮辱女性的行為 難為香港還有一些過氣的官員 就說Rod Stewart年頭取消了來香港的表演 是我們香港的損失的說 我們一起就看看這個人的所作所為 現在就比世人所不恥 不來香港到底是香港之福 還是我們真的損失 但其實這個世界有很多 真真正正如果想搞城市經濟應該請的歌手 我們應該請過來 這個人就是Pink Floyd Pink Floyd是一個又是搖滾音樂的樂隊 主音叫Roger Walters 這個Roger Walters想跟大家再一次憶述2022年8月 他跟西方偏頗媒體的記者一次專訪的時候 就蝕劍從槍 針鋒相對 而且即時就以正視聽駁斥 俄烏在北約東礦所致 而原來2022年的他已經預兆得到 在巴勒斯坦那邊的不幸狀況 這個人可以說是有先見之明 甚至在節目上大大聲聲地說 如果這位主持不知道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麻煩你回去讀多些書才過來說話 要請就請這些人來到香港表演 不過香港就會有一些官員 從讓眉外到 就一定要請一些支持西方文宣的人士 到底他們有心還是假裝無知 除了那些荷里活明星 嫁壞細蚊的那些來不了香港表演 是可惜的姑媽之外 另外香港也有一個叫曾俊華的前官員 最近說了一些言論 說香港放煙花不對 只是魚蛋不行 叫我們從日本那裡去學 在這裡身為在日本多次考察 和了解日本旅遊業實況的新潮民 就在這裡一一來去駁斥他 我們香港根本沒有需要跟日本來學 也沒有東西讓我們可以學 日本這個地方是等著被人收割 被人利用的 待會就一一跟大家分析來研究 在節目開始之前就由我格仔來呼籲一下 現在我們新潮民在8月份所搞到的 新疆北疆之旅就現在正式接受報名了 這次我們這個北疆之旅就為期12天 出發日期就會由8月18日至8月29日 有興趣的朋友就可以WhatsApp過去 加852-6828-7447 聯絡潘小姐來報名 以及查詢行程以及價錢 這次我們的北疆之旅是經過我格仔 結合去年去過幾次新疆的經驗 而去到重新訂製的一個行程 哪些地方好玩不好玩 結合到我們去年的經驗一清二楚 而且也首次將團友的體能 眼睛是否有審美疲勞的標準 都加入這個行程中 我將會在這條影片最後的十幾分鐘時間 就會來到講解給大家聽 今次我設計到這個行程 有什麼重點的 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看這條影片最後十幾分鐘的行程介紹 再WhatsApp過去報名 也不遲 時間快到了7月1日 7月1日就慶祝我們香港回歸27週年 而同時也慶祝我們國安法成立4週年 7月1日晚上 相信大家有各自的節目來慶祝 但是那個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 分別是7月5日和7月6日的晚上7點至9點 我們就會再一次和新潮民的網友去翠林辣蟹坊 這個明星食堂裡 你都品嘗街牛 上次去年年尾的時候 我們吃過翠林辣蟹坊所有中國現在第一熱手的菜 明星的菜式 今年我們就有所調整 適逢也是翠林辣蟹坊7週年的時候 由英師傅特意推出了一個菜式 特別適合我們新潮民的網友 菜單方面 一開始大家坐下就可以品嘗一個凍品 這個凍品就是 冰爽酸梅葉苦瓜 叫冰爽苦盡甘來 不要看少少一個小點 都已經是一個獲獎的佳作 而另外就是 上次吃了避風堂炒蟹 現在今次試試這個黑白胡椒中蟹 黑白胡椒中蟹就是新加坡做法 英師傅會有特別的烹調方法 會做得好吃 新加坡那邊 另外就是一人一隻機燒鮮鮑魚 龍蝦方面 今次就不用這個腩菜來炒龍蝦 今次用米香來煮 只是那道非常鮮味的龍蝦湯 加上米香來煮 濕濕地非常容易入口 也非常感受到龍蝦的鮮甜 湯方面 就有上次大家都讚不絕口的龍湯花膠 雞煲匙 兩大塊大花膠 就浮在龍蝦湯的面上 彷彿兩座山峰 非常讚嘆 海星斑方面 今次不是 好像我們以往的飯局 蒸一大條海斑給大家 而是 骨香海星斑來煮 骨香就是先起肉 斑球來炮製 然後再把整條海星斑骨炸香 接著就有 沙薑鹽水鵝 然後就有韭菜花炒 八串長的大聖子王 有油渣複菜花 這道菜是再一次翻吃的 因為複菜花特別鬆軟特別甜 就不是普通椰菜花那麼硬 上次大家都吃過蛋不絕口 炒飯方面 這次有蛋白野米鮮背炒飯 第二種吃法 也都加了甜品給大家 就是爆豬的羊枝甘露 夏天吃羊枝甘露就對了 每台我自己再贈送兩支 紅白葡萄酒給大家 這兩支紅白葡萄酒 正正就是去年法國總統仿鐘的時候 國宴上面的兩支 就是西格葡萄酒莊的佳作 有兩支國宴級葡萄酒 和大家一起共進晚餐 希望大家慶祝一個愉快的27週年回歸 與此同時 關於葡萄酒方面 也都繼續進行推廣的 這兩支紅白葡萄酒 國宴級葡萄酒 也都可以繼續接受來訂購 電話就是603 1633 603 1633 聯絡我一定要用Whatsapp 一定要用Whatsapp有文字記錄地 來進行訂位、訂貨、送貨的事宜 而今個月推廣的明星葡萄酒 就是這支N609 N609這支正正就是紀念 2020年因為國家戰略 而再次去視察寧夏的進展 2020年的6月9日 就是習主席去探訪西格葡萄酒莊 紀念偉大時刻的一日 也是因為這支葡萄酒 代表了西格葡萄酒莊三隻他們平時最主力打造的葡萄 一起合樣的葡萄酒N609 今個月就是我們重點推廣的一支葡萄酒 習主席品嘗了這支葡萄酒之後 就決定用西格葡萄酒莊 來到2023年接待法國總統 接待這個世界葡萄酒第一大國 法國總統馬卡龍 也都讚嘆了一句說話 就是賈爾時日十年過去二十年過去 中國的葡萄酒絕對可以匹敵法國的波爾多 能夠當經世界殊這五個字也都寫在木盒上面 6031633請大家聯絡我 吃飯聯絡我訂位 訂酒就聯絡我 你也可以訂貨和送貨 6031633Whatsapp你和我進行溝通 在節目開始之前 也都上面呼籲大家請大家留意一下 有沒有訂閱新潮民的頻道 如果還沒訂閱的朋友 記得按新潮民的訂閱鍵 再按旁邊的那個鈴鐺 再按全部 才為之完成整個訂閱流程 是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通知 在這裡就有勞大家了 事不宜遲現在為大家來報導 就是最近東盟的各國領導人 一齊來開會 彼此手挽手 堅並堅 甚至連菲律賓都在列席裡 集體一起說要促進區域裡的貿易 全面本帝化 全體一起放棄美元 以這個本地的貨幣進行貿易 跨境的交易 甚至投資 棄美元 就是為了 劈頭第一句 就需要跟大家說 大家也知道就是去風險化 去美元化等於去風險化 因為現在大家都看得到 美國不停釋出消息說要降息 然後又不停加息 到美國一朝退的時候 就是它收割之時 美國全世界都看在眼裡 就是準備 策劃一個最大型的亞洲金融風暴 多倫加息就是為了做空某些貨幣 等到適當的時候 就轉嫁危機 對東盟十國來說 亞洲金融的危機 對上一次他們都依然幾億猶新 尤其是菲律賓這些國家 其實菲律賓這個國家 現在之所謂是弱國 早就已經在這個70年代 給美國一次金融危機收割過 任何熟悉菲律賓歷史的人都知道這一段歷史 所以現在就是看菲律賓到底選了一個什麼人出來 來到領導這個國家 到底這個領導人 不是說親美還是親中 因為他們都不停親美親中 不停換界 而是說他想將這個國家 是不是有心做好他 還是想將他出賣 將他變成下一個烏克蘭 推向戰事的邊緣 將他變成炮灰 甚至將他變成下一個美國的軍工廠 然後將那些人全部當貨賣出去 烏克蘭的女性可以賣出去 菲律賓的人如果賣出去其他地方 可能也有其價值 就看領導菲律賓的人 是不是有心做好這個國家 還是有心出賣 但是在這個利益面前 菲律賓就很清晰 有著數一定先走了 怎麼都不希望菲律賓 是被美國嚴重收割 所以菲律賓也是列席在裡面 在這個去美元化這個行為 如果在東盟十國而言 印尼從來是走得最先最大力的那個 東盟十國本來就是一個叫LCS的一個 本幣交易的一個計劃 是由2017年開始的 但是推行到2020年之前 都只不過是印尼、泰國、馬來西亞 這幾個國家很少量地來實行 他們考慮的因素很多 可能是怕得罪美元 所以要真的做到本幣交易 需要有一個強大的經濟體 和一個強大的貿易合作計劃 可能他們才這樣去全面推行 而在2020年9月 其實人民幣和印尼已經簽訂了 促進他們本幣合作的備忘率 尤其是經常有交易往來的帳戶 就開始本幣交易化 即是說遠在俄烏之戰之前 其實我們中國就已經有先見之明 知道就開始行這個本幣交易 那大家知道 將去美元化本幣交易這件事 講得最多的就是自從俄烏之戰開始 俄羅斯被西方美歐集團 惡意地去充公了他們的主權資產 令到全世界人都會怕 什麼時候輪得到我 你來到開始 本來如果說到這裡 其實東聞十國應該是很怕得罪美元 去美元化這個行為 用本幣來交易 就等於石油不用美元結算 這件事就會步上卡達菲、沙達姆這些人的下場 但是看來到了2024年的今時今刻 連沙特也走出來說要結束 持續了大半個世紀的石油美元 這件事這個世界什麼都有可能 看來這個時機就是最適合的 到底全面東盟十國去美元化這件事 可不可以成功呢 都還有很長的一條路來走 很多習慣用美元來進行貿易交易的企業 他們都不想一時三刻來改變 但是心意方向是正確 而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就是美元惡意收割這件事 就是一般的事實 而且水浸眼眉將會來得很快 不但東盟十國是考慮放棄美元 來用本幣交易去風險化 另外他們甚至是想著 組織已經有這樣的計劃 就是推出一件事叫做東盟幣這個東西 可以是東盟幣 也可以是這個數字貨幣 俄羅斯面對美國的一輪龐大的制裁 幸好俄羅斯懂得他們的牢包和他們的能源掛鉤 俄羅斯是一個能源大國 超級大國他們才能夠頂得住 像東盟這些體量這麼小的國家 他們根本就受不了 像菲律賓、印尼這些通脹率極高的國家 外債水平也極高 經濟非常敏感 美元現在不斷加息 我們看越南的貨幣大跌就應看得到 越南最近經歷著地產的幾近 銀行的擠提、外資的撤離 越南而且還背著重債 1900億美元的外債 而它的外匯儲備只得600億美元 這些就是經濟敏感的體現 但就算一些比較強大的國家 也不代表能夠獨善其身 就算親美也好 就像日本一樣 日本、日圓 經過這麼多個月來的造空 不停地貶值 很多香港人去日本那邊旅行 唱日幣去旅行 日本水資很便宜 當然是玩得不亦樂乎 但我知道對日本這個國家的衝擊有多大 之前有人看到 也有時評在吹噓 就說你看看日本股票不斷升 日本股票不斷升 導致日本國內很多人都以為股票真的很暢黃 每個都是股神的時候 其實就是這個收割的前夕 它用什麼經濟來支持 日本這個國家 稍後我會說下一則新聞也會提到 經濟疲弱 產業沒有活力欠缺活力 出生率和年輕勞動力不停下降 根本就變成一個靠旅遊業來支撐的國家 至少它的民間經濟是靠旅遊業來支撐 沒有旅遊業 那些城市會破產 日元貶值對他們國家的出口產業不是一件好事 但太高又不行 就影響了別人去日本消費的意欲 稍後再進一步來解釋日本那邊的情況 有什麼是跟我們有事的 中國現在和全球29個國家都有貨幣互換的協議 體量已經是去到4萬億人民幣的總規模 就算連日本和韓國都和我們中國有進行本幣貿易 中國和日本韓國和東盟十國 只是本幣互換的體量都已經有2.7萬億人民幣 而接下來人民幣參與本幣互換這件事只會越來越多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作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香港 更加應該把握著機會製造多些和人民幣有關 本幣貿易有關的金融產品 來縮減兌換的差價和交易成本 應該把握這個機遇 香港現在在人民幣而言 2023年的儲備就超過1萬億人民幣 而在這個世界這個SWIFT 美國最喜歡說的SWIFT交易系統 人民幣的交易香港是佔7成的 而不只是東盟十國自己想有這個本幣貿易交易 中國帶頭的也有金磚合作協議 都是要推本幣貿易交易 這件事是得到金磚五個其他國家的支持 而去年金磚國家的抗原 六位成員已經陸續成功進入 剛剛埃塞外卑亞也成功進入了金磚五國的組織 現在變成金磚十國 委內瑞拉可以說是美元制裁的這個苦主 這個世界的代表 去年也在排隊 申請相信 接下來下一輪的抗原 應該極有可能是他有份 但我們也看到 就是金磚國剛剛馬來西亞和泰國就爭 做第一個東盟國家入這個金磚合作組織 剛剛五月的時候 俄羅斯普京來到我們中國出訪 也提到中俄的貿易 已經超過九成都是俄羅斯的勞布和人民幣的本幣交易 這個人民幣和其他國家的本幣貿易交易 體量只會越來越大 所以香港如果能夠把握這個機遇的話 會是改朝換代 下一次迎來一個新的輝煌日子 但是前提是不要先怕歐美集團 不過相信這件事都很難 我個人覺得 如果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 也都是阿爺陰點了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的樞紐 應該更加把握好這個角色 做帶頭的工作 如果有一天中國捧出另一個城市 來作為國際平台 離岸業務的樞紐 取代香港的話 到時香港哭也太遲了 沙特剛剛就是一個 2024年改變世界格局的一個新決定 這個決定就是結束了長達大半世紀的石油美元協議 而沙特其實自從2023年已經跟中國簽訂了數百億人民幣的本幣互換協議 來進行交易 所以如果大家記得 我在上一集跟大家說過關於中國曾經虧錢來幫沙特建高鐵的時候 那如果說虧著來做 那裡是說百億計的美元 但是其實事後 沙特在很多優惠上面 很多協作項目上面 其實是益回中國 我們是有賺的 截至2024年1月 全球 就是今年的年頭 全球的石油交易 已經超過兩成是其他貨幣非美元來進行交易 如果沙特終止了這個石油美元協議的話 相信接下來的衝擊就會更加大 如果有沙特、俄羅斯、中國、金磚五國 這些國家都一起集體去美元化的時候 相信情況就會跟2018年東盟想去美元化 純粹為了自保的氣候就會完全不同 如果現在都不推 樂心樂力推去美元化的話 這個世界上再沒有比2024年的這一刻更好的機會 再之後為大家報道 一個都挺討厭的一個人 這個人就叫Ross Stewart 他有一位在西方搖滾樂的老祖宗 事實上也是老祖宗 但是我們就不會用老祖宗來專稱他 因為他雖然走搖滾、放蕩不羈走得早 但是他的所作所謂是配不上做一代宗師 這個Ross Stewart 上山多個鍾玉虎 經常說一些敵華甚至敵俄的言論出來 最近在6月中、6月16日 他在德國的一個演唱會 又在高調發表自己的政見 高調發表自己的政見支持烏克蘭的時候 高調譴責俄羅斯的時候 就被台下一片賀聲來喝他賭彩 為什麼呢? 因為德國人都已經看在眼內 爆不溪令到他們能源通脹 收割歐洲令到他們生活百上加根 這件事人民已經眼睛開始雪亮 切身之痛就會真的令他們看得到 政治旗號高調這些假大空 全部都是幻象 話說這傢伙擦鞋擦出場 在當地時間14日他有一個演出 他就演出一首歌 就叫做Rhythm of my heart 我內心的節奏 他就強調這首歌是一首戰歌 這首戰歌呢 我一下下來 我將這首歌獻給我心裡最愛的烏克蘭 和我最愛的扎蓮CJ 扎蓮CJ說了這個話的時候 這麼肉麻腦骨的時候 他真的在背後的大頭影螢幕上 放了扎蓮CJ的浴照 然後他在頭影螢幕上 也都大放烏克蘭的國旗 和烏克蘭國旗有關的顏色 連他自己身穿的衣服 都是烏克蘭國旗的顏色 真可憐 這個人一向就是很麻木地支持烏克蘭 麻木支持烏克蘭 就是麻木譴責俄羅斯 說俄羅斯是入親夜晚的行為 這個人甚至買屋來收留 烏克蘭流離失所的人 加利破碎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習連司機 他硬把他們家裡的藍丁拿去這個戰場 不是他們自願的 買了屋來收留他們 甚至他自己也買了一些卡車 自己也開了一些卡車 運載物資去到烏克蘭的邊境 不過他應該又看到 將他的物資去到烏克蘭邊境的時候 還沒進到他的國家 已經在邊境轉手賣出去 不過可能他看到他不說 他甚至故意把那些人在邊境接了 之後送去哪裡 開車送去柏林 所以德國真的多了他不少 當然 這些這麼政治路骨的行為 也都會被德國那邊 一些政治的政客來支持 有些政客經常 以支持烏克蘭 打倒俄羅斯 作為他們的政治能量 就等於德國那邊也有些政客 是以敵視我們中國 作為政治能量 基本上對國家有沒有優惠政策 有沒有好處 對去美元去風險這件事 有沒有幫助 對他們來說一點都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他們的政治能量 能否坐穩這個位置 能否煽動到民粹投協給他們 讓他們可以賺多幾年 這些政客錢 那這個羅斯德爾 其實效果也是一樣 作為一個歌手 他也是想圈粉 圈一些 藉著這個政治能量 來圈一些忠心粉 不過只不過 這些忠心粉 就開始離他而去 因為很多人 開始雪糧 知道他打的政治旗號 根本就是不堪一擊 在台下一眾的德國歌迷 就不停地支持他 英媒也有報道 這個情況就是他們體會得到 德國那邊 本來一直以來 都應該是支持烏克蘭而戰的 但是其實人民 開始有大量的分歧 除了俄烏之爭 導致德國能將兩將 美國收割之餘 大量的軍費支援 大量的金錢支援 也都令到國民非常不滿 大家也猜不猜到 就是我曾經為大家報道過 上個月 5月的歐洲議會 索爾茨大敗 索爾茨這個黨 得到1887年最少的票數 誰是大贏家 就是意大利那邊 那個女總理Milani 和他率領的那個保守黨 這麼保守 這麼社會主義 居然都可以大勝 變成了歐洲議會的大贏家 原來這次歐洲議會 開始有些正常點的聲音 反對支持烏克蘭的黨派 大勝在這個議會 蘭茨這個世界還有些官員 生在我們香港 特別崇洋媚外 特別以講英文為自豪 即是我大半生人都在外國 我有段時期我記得 我是會講講中文都會變成英文 接著講中文甚至會執不忘字 但我從來沒有為 講英文說得多而自豪 反而我會為自己懂的中文字不夠多 有時候 因為我在外國是看中文字多過講 所以我的讀音會說錯 我要以這件事為此 我要不停地學習 在2024年 即是今年的2月 這個Ross Stewart本來 就要來香港表演 但他突然間取消了 2月那時候 他高調取消來到香港 甚至亞洲 其實香港有些媒體 特地不說整個亞洲 取消了他3月11日會展的表演 他們除了他自己之外 經理人公司就說 因為有些不可預知的情況 因為香港已經變成一個極權的地方 好像我這些 這麼正義 即是他說自己正義 說這麼多正確的政見的人 很危險的來到香港 隨時會被人拘捕 但是其實香港媒體 很多人沒有說 香港媒體其實也有心 有很多黃人在裡面 刻意做偏頗新聞 就說 你看看國際巨星都不來香港 香港多慘 其實這個Ross Stewart根本 就無人問津 他不但取消了香港的演唱會 他取消了泰國 菲律賓 菲律賓都取消了 菲律賓是親美第一線 台省都取消了 還有馬來西亞都取消了 也都安排退票的事宜 這些不可預知的情況 還不是跟香港的23條 或者國家安全法有關 不過香港的媒體 有很多不肖的黃人 潛伏在裡面 有做偏頗新聞 再加上香港也有些政客 特別喜歡荷里活 特別喜歡美國 如果荷里活有一些女明星 是打這個彩虹旗主義 教大家的子女 不需要分辨自己是男和女 不來香港他都覺得很可惜 香港的政客就是這樣 不過說離譜 也離譜不過 有些擺明是外國情報奸細 那些不方令到我們安心的人 居然到現在還在吃公帑 這位Rod Stewart取消了亞洲一行 選擇在英國加開 這個人生性放蕩 這件事就有行為一致性 在這麼早年 他都算是搖滾鱷 走得比較先的人 他面對的社會衝擊 和對立的聲音相對都是大 如果一個人不是非常放蕩 非常不羈 亂來任性的話 都不會在這麼早的年份 做先河 在心理角度來說是合理的 但是這樣不代表他是對的 這樣不代表是好的 他經常喝到啪啪呼 出台前都經常喝 曾經在1981年的時候 來到香港做班長嘉賓 做我們香港小姐決賽的班長嘉賓 但是在上台之前 就在後台 不知道香港的製作單位 就特別知道他喜歡喝酒 還是他自己拿酒喝 喝香檳就喝到醉貓 上台就腳步浮浮 但是所謂酒醉的三分省 一個人走後套真言 真面子就在台上呈現出來 1981年的港姐決賽 在台上諷刺我們香港有些佳麗 嬌小玲瓏 就特意扮矮子 跪在台上 甚至把港姐的獎座 後官放在地上 要當時的Debra Moore 當時是得獎佳麗 要在地上執 在台上腳步浮浮走來走去 在這裡搞事 遲遲都不列席 甚至引領他離開台的那位女嘉賓 在旁邊都要故意走路 都要縮下的人 在扮矮子 諷刺別人矮過他 但是當時 當年很少人知道這件事 因為當時那個攝影師很懂得玩技術 把整個過程移動他的大頭 就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只是拍著他 其實台下當時有很多人 就把一卷卷次子扔上台 而表示不滿 在這裡誇張一個人 誇張一個人就是葉麗儀 當時他是主持之一 他看到整個過程都已經臉都黑了 完全體會到這個爛鬼 是不尊重我們華人的女士 誰敢直撤其非 在80年代去香港 誰敢罵鬼佬 誰敢罵 誰敢罵 洋人上司 葉麗儀敢走去台下 離開了之後 在後台直撤其非 說他不尊重 然後這位Ross Stewart 知道自己做錯事 連回說sorry 實在做得好 葉麗儀 在80年代 沒人敢對洋人大聲半句的時候 他做得非常好 可憐我們到今天 還有一些政客 還有一些前官員 就是以崇洋媚愛 對著鬼佬殺熟狗頭 而自豪 覺得自己這些 叫做好國際 好International 覺得外交這件事 或者談判這件事 不是講技術 不是講力量博弈 他們落後的思想 令他們覺得 外交和Selling 就是殺熟狗頭 不停討好你的客人 拉低自己的姿態 這些是落後和沒有技術 沒有社交技術 沒有社交行為技術 沒有銷售技術 沒有銷售技術 的一群人的做法 這些是應該過氣 這些人的意見 不需要再採納 說這些 當然就是 23條這個功勞 被人拿了 他覺得是自己的功勞 但是他又堅持不了下去 然後現在常常偶然 在媒體上說 戰狼不好 戰狼不好 的那些前官員 其實當年 推23條 我有理由懷疑 他的心理上 根本就是想突出自己 因為他栽不出當時的手袋黨 所以想把這個23條突出自己 誰知推不出 推不到的時候 他就提早退役 提早退役的時候 他去了哪裡 提早退役 就去了美國來深掃 然後回來搞政黨 如果是這麼重視 國家安全的時候 怎麼會去美國來深掃 去美國學的政治手腕 公關工程又會是什麼呢 不過今天不講這些 最重要就是講這個世界 還有很多真是我們值得請的歌手 例如說 Pink Floyd的主音 Roger Waters 想跟大家再次重溫 2022年8月 他跟西媒記者 這位西記者主持 薛劍唇昌的經典一幕 為什麼我要重溫這件事呢 因為對比現下 2023年年底 10月開始爆發的 巴爾之爭 這個人可以說是有先見之明 所以要跟大家重溫一下 甚至跟這個 這麼醜樣的 Ross Stewart做一個對比 這個Pink Floyd的主音 Roger Waters 在這個節目裡 首先 第一句就跟主持 薛劍唇昌 就是主持說 你那些政見很有問題 很有爭議性 他就說 我從來那個政見 由我70年代寫的歌詞 我都表達了從一而終 就是兩個路人 堅定堅 互相擦身而過的時候 兩個人相遇 兩個人相目交頭 你看到我 我也看到你 其實我們大家本來都是一樣 大家都看到大家的人性 我從來的政見就是一樣 你和我都是人 甚至俄羅斯人 甚至中國人 烏克蘭 然後他特別提到 也門那裡的人 還有巴勒斯坦人 大家 其實都是這麼高 那麼大 他說這些話 可以說得非常有私見之榮 到今時今日這一刻 我們大家都知道 巴勒斯坦和也門 是發生著什麼 為什麼他和主持人 會有這樣的一個 專訪和對話呢 源自他在 一個演唱會的表演 這個表演 他也是大銀幕 來表達自己的政見 但是他就不是支持烏克蘭 支持這個 澤連斯基 他就在大銀幕 就表示了 特朗普 就是豬兜來的 大大隻字寫著 而他沒有說錯 他的行為 他真的是 但是他也大大隻字寫著 《戰士罪人》的英文字 而這個《戰士罪人》的英文字 的背景就是拜老頭 拜登的樣子 接著他還說了一句說話 在下面補了一句說 It's just getting started 只不過剛剛開始了 他們的惡行 真的所以在2022年 他已經有這樣的先見之明 被他講中了2023年年尾 以色列就是惡意 來到去洗牌巴勒斯坦人 而美國在背後是不斷支持的 他在節目中駁斥主持就說道 不是俄羅斯要動烏克蘭 是北約東曠這件事 本身就已經承諾了 從昔日哥巴卓夫年代的時候 就已經說了北約不可以東曠 而美國做的角色 根本就不是做任何事情 幫俄烏的情況 他不停在搏油到火堆裡面 如果是真的對烏克蘭人好的話 應該叫他們坐下談判 但美國不是 美國在背後支持這個行動 而去到2023年 我們也總結了美國軍公的GDP 也是因為俄烏之爭 令他們帶動了差不多兩成 Roger Waters也向這位西主持說道 你試試如果中國在墨西哥或加拿大 放導彈和核武對著美國 你看看美國會做些什麼 會不會擊過俄羅斯十萬九千倍 他說得非常沒錯 然後提到中國 這個主持立刻跳起了 就說中國是一個極權的代表 中國就是滿手鮮紅 居仁如麻 Roger就說 中國是嗎 不如讓我們大家來想想 中國什麼時候有去伊拉克 清洗了百萬計的人 沒有啊 中國開國以來有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 然後主持說 是啊 他對自己人 這個 Roger Waters也覺得 我跟你說得浪費 簡直是absolutely absurd 主持也提到中國 中國就忙於做很多工程 一起圍堵台灣 Roger也說 什麼叫中國圍台灣 你有沒有讀過書 麻煩你沒有讀過書 你回去再讀幾年書 你才說話 台灣本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件事是國際社會1948年已經認可的一件事 麻煩你回去讀幾年書 你才跟我說話 這樣 那樣 繼我說 那些這麼正常 和這麼清晰的歌手 要請就請這些Pink Floyd 過來香港來表演 就不應該為那些Ross Stewart 賣不出票 來不了香港表演 在那裡假裝政治表態 而感到可惜的 另外在這裡藉著這個機會 也要譴責一些人 就是前一陣子 有一位球王美斯來到香港 不下場表演 當然當中 絕對是有政治的成份在裡面 除了錢比不夠之外 也都是一種 當我們香港的忽視 和缺乏尊重 但是有些前官員 我想說的 就是這位曾俊華薯片生 他急不及待去擁護這個 就說 不要將美斯這件事政治化 不要每次都說國家安全 不要每次都說23條 再這樣 香港國際聲譽一定嚴重受損 這個人說的話 完全表示他沒有認知現在世界的二元分化 和中美鬥爭的局勢 都算了 最近就著香港的煙花 夜繽紛 他又發表他的意見 就是說 哦 下下搞煙花 和刀魚蛋 這樣不行 雖然有些人 就是已經離任了 無官一身輕 但是不代表說話 就可以隨便下爬輕輕 不知道曾先生當年 所謂去了外國 考察深掃之後 就將什麼食物車文化 帶來香港 要那些人 創業都要超過100萬的資金 誰知吃不完 兜著酒 全部都虧得 這個 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還要 吃就吃 外國的那些hot dog burger 沒有來健康 還要賺不到錢 所以對著香港的夜繽紛 吳督魚蛋 不知道有什麼治國良方 不過他也說不出 有些人純粹是拿存在感 挑剔 就九秒九 要他們實戰 就一定不見人 不過他之後還補了一句說話 這句說話 就要和大家一起去議政視聽一下 就說你不如看看日本那邊 日本那邊 他在說的是日本旅遊業的空前盛況 就說要香港來學一下 首先香港放煙花和無人機表演 是絕對為香港帶來旅遊收入的 除了在有表演尖東一帶的暢皇 風怒 人山人海 我很記得 就是剛剛那個多拉A夢的無人機表演 我在廣東那裡塞了兩個小時 誰說帶不到遊客 還有在望著維多利亞港一帶的酒店和食市 多了幾多生意 當然食市賺到錢 就故意在那裡慎窮 不會說的 但是如果你知道 香港有一批食市 他們是一個月前都預訂不到桌 就算連週日 非繁忙時間 預訂桌也要兩三個禮拜前 才可以喝到一頓茶的話 你就知道不是真的那麼差 只不過經濟轉移太弱流強 那些舊的藥鋪 那些劏客手段就不再行 廣東道那些名牌也沒有人爆 因為步伐心態少了很多 這叫經濟轉移和人民的思想文化進步進程 但是沿途一帶的酒店 卻是被人訂滿了 尤其是那些向著維多利亞港的房 除了價格升了超過兩倍之外 亦都是你想找家 你願意給多點錢找都沒有房 那這些不是幫到香港的旅遊業嗎 是 唱衰香港是很爽的 踩下別人自我感覺良好 但是是不是事實呢 還有助長他人志氣 日本難度很好嗎 在這裡就要跟大家一起說 日本我剛才也說了 在美元準備籌備一個龐大的亞洲金融危機收割 日本就不停地被人摘下 股票炒上去就遲早被人大收割 日本這個國家根本就已經變成一個 完全欠缺活力欠缺產業動力的一個國家 現在他的民間經濟完全是靠旅遊業來支持的 意思呢 我們形容這些叫做吃老本 旅遊業是有多年的打造 以及歷史的淵源包裝 所以才能夠去做得到的 那麼我們中國現在目前的情況呢 內地就開始打造自己的內陸旅遊 各省各市各個不同文化的淵源都開始精心打造自己 變成了旅遊景點打卡的熱點 這些是要時間包裝 不只是有歷史底蘊就可以坐著什麼都不做的 旅遊區要打理要管理 景點旅遊配套這些全部要打造的 但是我們中國因為以前先走了實體經濟 先做了大事 然後再想玩 簡單來說 而日本旅遊這麼多年的打造 難道日本沒有放煙花 沒有放魚蛋嗎 日本每年大大放幾十場煙花 從北海道放到九州 春夏秋冬各種大型的祭典 就是我們中國的廟會 全部都有煙花 日本人難道沒有放魚蛋嗎 那些墨魚丸是什麼 人家懂得包裝懂得打造 所以才能夠作為文化產品輸出 只要我們願意投入資源 資本來打造的話都可以這樣 但我們條路跟人家以前不同 日本是經歷過一個泡沫經濟 曾經的東西炒得太貴 日本的工匠精神 為何做餅 為何做粒墨魚丸都做得特別好 是因為以前曾經有一個年代 他們的東西炒得很貴 那些人不需要擔心經濟 所以就可以什麼都不理 人生什麼都不理 只是做好一粒盟魚丸 然後就將它變成這個家業 世世代代 變成一種他的家族的技術 來傳下去 那但是當日本經濟不好的時候 那些東西全部都要向低炒 用料開始要成本下降 而且要懂得包裝宣傳 懂得爭生意 就不可以呢 所謂工匠精神 揀客 那就是因為日本經歷過 這個有很多人 因為經濟好 什麼都不用理 人生什麼都不用理 連待人節物 相處 好客知道都可以不用理 只是做好眼前那件餅 做好那粒墨魚丸就可以了 經歷過一個這樣的年代 如果我們有一個這樣的年代 我們都可以將一些東西 精品化再打造成這樣 幾十八重包裝紙 來到去襯托 經歷了一個病情 日本沒有了旅遊業 可以說得是差一點就斷氣了 幸好2023年開放了 但是我們從2023年日本旅遊業的表現 就可以將一步了解得到 他們國家經濟是幾個敏感 京都就是將近來破產的邊緣 街上的商店全部都十室九空 民間沒有什麼經濟可言 但是2023年他們就有2500萬的遊客總結 2500萬的遊客根據他們的全盛時期 其實是不能回到他們的全盛時期 只不過是佔八成而已 因為他們的全盛時期 如果說到2019年來算 他們是超過3000萬的遊客 那麼2023年就是2500萬 差了那500多萬 差了那幾百萬是哪裡來的呢 就是中國遊客來的 因為中國遊客每年是給日本一千萬遊客 但是2023年只是給他們全盛時期的四分之一 還有四分之三的中國遊客沒有來的原因 因為他們沒有Visa 不是不想去 因為沒有Visa去 但是呢 只是說2023年的表現 日本已經錄得歷史以來最高的遊客消費額了 他們已經破了紀錄了 而大部分旅客的消費都在住宿那裡 日本的酒店一房難求 價格也炒得很貴 但是日本的酒店根本是供不應求 所以日本也開了一件事叫民宿 給民營經營一些旅店 民宿法這件事 在東京和大阪 也是非常暢旺 尤其是在旺季一房難求的 價格也炒高兩三倍 為什麼 因為有實體的遊客來支持日本的旅業經濟 但是為什麼會開民宿法不開多些酒店呢 因為日本現在根本就完全不夠人手 為什麼只做2500萬的遊客都覺得已經很好 如果再做多的話日本根本消化不來 為什麼 因為現在日本根本嚴重的缺乏勞動力 年輕人欠缺活力 不想做事 更加不會做旅遊業辛苦的工作 服務性行業辛苦的工作 日本25至45 有一半人大半人都不想結婚 一半的男性和一半的女性都想躺平 不想出來做事 對這個社會心灰熱冷 欠缺活力 日本已經在創科和研究世界論文的引述 跌了超過十幾名以外 日本現在的生育率就是1.1 應該少於1.1 原因是因為日本成億人口 還有很多鄉下地方 如果你找大城市東京和大阪 抽700萬人和700萬人來給 應該是會分年齡 200萬人和200萬人來給 隨時可能他的生育率 可能會比我們香港 一個這麼沒有未來的地方 只是靠旅遊業 簡單來說 日本這個地方 只是給別人去玩 你不用指望他的國家 再有什麼發展 既然是這樣 如果一個國家全面旅遊業化 難道想香港變成這樣 講什麼香港 要跟日本來學習 香港是這樣的功用嗎 香港高端創科 高端醫療 高端教育 金融服務 是香港的未來 旅遊業佔我們香港的份額 只不過是很少的 正如我剛剛所說 香港也是世界最大的 離岸人民幣業務的樞紐 我們把握的是這個世界如今 金磚五國合作組織帶來的機遇 東盟十國的機遇 一帶一路發展的機遇 如果我們再次有輝煌的局面的話 有可能到了那個時候 香港就真的會有一幫人 會只是就著我們香港的魚蛋文化 就日做夜做 想著怎麼把魚蛋精品化 然後什麼都不需要 不需要擔心樓價太貴 不需要擔心賺不賺到吃 不需要擔心武客 那時候才會有這樣的包裝 連先後次序都不明白這件事 為什麼日本那麼多東西是這麼精品化 因為曾經經歷過一個不休做 一定有客人 所以可以將東西精煉到很細緻的一個日子 就和我們香港當時可能七八十年代的輝煌 那時候的炒賣就不同 還有最後就是做好一顆魚蛋 又或者做好一間和室 做好一件餅 幾十八重包裝紙 讓外國遊客覺得這件事很特別 那這些算是什麼技術 算是什麼科技 有心做的話 三幾年功夫都做得到 只不過我們現在要看其他東西 如果連身為做過前財政工作的人 都不明白這件事 就下巴輕輕胡說的話 那看來是有心 不是無知 那即使日本的旅遊業 是他們現在民間經濟的最大支柱 而旅遊業帶來的住宿 這個行業這麼蓬勃 有沒有令到日本當地的年輕人多了上流的機會 沒有啊 他們不做啊 每個人都在躺平 所以來自新加坡 來自台灣 來自我們中國 甚至香港 都有很多集團 紛紛在日本那邊投資 投資 投資酒店 還有民作 投資在觀光業裡面 他們喜歡打工的 給他們一份微薄的工資 讓他們天天鞠躬 是不是想香港的年輕人變成這樣 有機遇都不會把握 有事都不會去做 我不希望香港變成這樣 那說完這裡 今天的分享暫時來到這裡 在節目結束之前 就由我格仔來親自介紹一下 新潮民現在在8月份所搞到的 新疆北疆之旅 究竟是怎樣的 這次我們的行程就為期十二天 出發日期就會由8月18日至8月29日 由於這次這個行程 是由我格仔結合到去年 三次去到新疆之旅 所改進到的經驗 而重新編排的行程 所以這次的行程跟去年有點不同 是結合到究竟有哪些地方好玩 不好玩 好玩的我們就保留 再加入一些新的元素 也都加入大家的體力考量 還有眼睛疲不疲勞 而重新設計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就可以WhatsApp過去 加852-6828-7447 聯絡潘小姐來報名 以及查詢價錢和行程 事不宜遲 就由我們說一下這個行程第一天 我們首先就會由香港出發 就會乘搭直航機 直飛到新疆首府烏魯木齊 之後在烏魯木齊 我們在休息安頓一晚之後 就會正式出發 去到第二天 我們就會翻閱 全長有2500公里的天山 的藍天山部分 然後就會來到全中國裡面 最大的內陸淡水湖 博斯騰湖 在這幅圖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 何謂中國第一的內陸淡水湖 它的面積比起我們整個香港 加起來還要大 從前來說人們就會說到新疆內處於亞洲的中心位置 在這裡距離最近的海洋都要三千多公里 是一塊沒有水的地方 但是如果大家見過博斯騰湖的話 就會對新疆缺水的這個印象完全顛覆 在這裡就是屬於新疆人的海洋 我們當然就要來看一看 再之後我們就會去到富伊勒市 這個被稱為里城的地方 它是有著全中國最好吃的里 然後在安頓一晚之後就來到第三天 我們就會來到我們行程的其中一個重點 有人間仙境之稱的巴欽布魯克大草原 同一時間巴欽布魯克大草原 也是中國第二大的草原 來到這裡大家就可以見識到 平時我們手機或者電腦所用到的那些wallpaper 一般都以大自然環境作為藍本 來到巴欽布魯克大草原 你就會見識到 比電腦屏幕電視屏幕手機屏幕更加漂亮的現實版wallpaper 比我們在電腦或者手機看到的還要來得更加真實更加漂亮 我自己看完也是畢生難忘的 當然在巴欽布魯克大草原還有一個不可以不看的位置 這個就是巴欽布魯克草原裡面的九曲十八彎 大家幸運的話也可以在黃昏的時候 來見識一下什麼叫做同一時間 但見到九個太陽這個奇特的場面 在完結了這一天的旅程之後 我們就會來到第四天 這個同樣都是我們整個旅程裡面的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會去到和巴欽布魯克大草原叮噹碼頭的 那拉提空中草原那裡 但是我們在去到那拉提之前 就會來到故意精心安排到成座商務的豪華車 來穿越一下著名的獨庫公路 獨庫公路也是被我們全中國熱愛駕駛的人士 被譽為一生必經的一條 屬於我們中國的公路 獨庫公路每年只會開放三個月的時間 在走完整條獨庫公路 大家就會看到何謂一條公路經歷四個季節 然後在我們穿越了獨庫公路之後 就會正式進入到那拉提空中草原 這個國家5A級的景區 那拉提空中草原美麗的程度 真的可以說是非不默可以形容得到 當然看完空中草原也是不夠的 我還特地安排到到草原旁邊的花海那拉提 來給大家看看什麼叫做漫山遍布 不同色彩花位的壯麗的情景 在這裡大家記得多拍照 出盡全力地打卡 保證你是一世難忘的 然後我們就會進入到第五天的行程 這個行程是我格制今次新加入的一個新景點 我們就會去到位於新疆特克斯縣附近的 赵蘇大草原那裡 和前面兩個草原有少許分別的就是 我們來到這裡所看的就是連 即使全中國都很難找得到的天馬肉河 就是由當地的牧民一邊趕著當地生產的伊犁馬 也就是俗稱的天馬 數十隻的這些天馬在河水裡奔跑 激起陣陣的浪花 這個情景相信也會令大家不生難忘 在看完天馬肉河表演之後 我們就會來到著名的特克斯 這裡也稱是八卦城 八卦城顧名思義 如果從天空上來撫陷的話 整個特克斯城就仿佛一個大型的八卦一樣 沒錯的確它是參照著易經八卦的造型來建造 整個城裡有放射營的四環六十四條街道 路路相通移城 在這裡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整個城裡沒有一盞紅綠燈 這個也是這個城最特別的地方 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 就是憑著我們古代的智慧而突克斯城 也是全中國唯一一個沒有紅綠燈的完成 來到這裡我們一定要好好見識一下當中的澳秘 當然我們也會來到近年八卦城裡 都有一個新興的旅遊項目 這個就是當地市政府非常用心地設計到的 就是一個盛世華疆的夜奔分項目 其實大家看到我以上的配圖 都不用怎樣形容到裡面有什麼玩 因為此情此境是不需要再用文字去描述的了 之後我們就會來到第六天的行程 就會從特克斯縣到北京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完成 這裡就是我們中國伊尼哈薩克自治州裡的首府伊寧市 從前的伊寧市是我們中國整個新疆裡的第一首府 但自從清末年代因為列強入侵 新疆面積縮小了 所以就令到從前的伊寧市是我們整個新疆的中心城市 就一舉變成為一個比較靠近邊境的城市 因此才把我們新疆的首府搬去烏魯木齊 但是依然是不會令到伊寧市的色彩有任何的減弱 因此我們在這裡就重點留兩天來玩進整個伊寧 在伊寧的附近就有非常漂亮的天山花海可以讓我們看到 就正如我上面的這些照片一樣 天山花海它漫天的芬衣草 是不僅在全中國還是全世界的範圍裡面 數一數二能夠做到漫山芬衣草的地方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芬衣草只有日本的北海道富良才有 來到天山花海這裡可能你就要改觀一下 之後我們就會進入伊寧市來看看著名的六星街 六星街其實就等同於一個小型的八卦城一樣 它同樣都是由一個易經的八卦組合而設計成的街道 而在六星街匯聚於不同的新疆的少數民族 所有的特色都會在這裡找到 試問我們又如何可以錯過呢 之後我們就會去到旅程的第七天行程 同樣地都會來見識一下伊寧市 作為一個匯聚著所有新疆少數民族的這個城市裡的特色 因此我們就會來到以藍白色為主調的客棧旗民族街 來坐下馬車放慢我們自己的腳步 來看看這個充滿著異域風情的地方 上面就再來探訪當地的居民進入他們的庭院裡面 去吃一下當地人親手製造的手製雪糕 來過一個合意的下午 這樣才叫做人生一大樂事 然後我們也會去到旁邊的漢人街 這個是當地非常有特色的一條食街 而當地人也會稱漢人街為一條武漢人的漢人街 來作為他的賣點 再之後我們就會去到伊寧的哈薩克自治州的博物館 正所謂去到一個充滿文化色彩的地方 第一時間當然就要去他們的博物館 才能夠真正了解到當地的歷史和文化 由於伊寧是代表著整個伊尼河谷的象徵 這裏從前也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國的烏宣國 而我們在博物館裡面就可以看到一幕 這一幕就是當年的漢武帝為了聯合烏宣國 去擊敗當時窮凶極惡的兇奴 因此也將兩名公主先後軟嫁到烏宣國 他們分別就是西軍公主和解憂公主 他們兩名公主都可以說到是我們中原歷代王朝以來 第一批軟嫁到中原以外的公主 比起我們所熟悉的王超軍 也就是超軍出賽的故事還要來得更早 然後我們也會在博物館裡面看到一些很特別的石像 究竟這些石像是代表著什麼 大家去到就會知道當中的謎底 之後我們就會來到行程的第八天 離開伊寧市就會去到附近的一個非常著名的景點 這裡就是有大西洋最後一滴眼淚之稱的蔡里木湖 同樣地蔡里木湖身為新疆裡面海拔最高 面積最大的高山冷水湖 所以它的風景是十分漂亮的 由於它是整個大西洋暖流裡面因為附近的天山山脈 阻擋著這些濕暖氣流的關係 來到這裡大家就會見識到原來這個世界上有一種藍色 是叫做蔡里木湖的藍 這個湖泊背靠雪山 湖邊就是廣闊的草原 從前在這裡是沒有任何的餘類生活的 但自從在二十年前我們國家嘗試引入白鮭魚 在蔡里木湖養殖結果獲得空前的成功 就令到蔡里木湖這裡也成為了我們的高山白鮭魚 這種白鮭魚之王的一個非常良好的棲息地 這裡所出產的白鮭魚 比起他在歐洲的祖先更加適合在這裡生存 也為新疆帶來另一種經濟的收入 當然在我們前往蔡里木湖的途中 也會經過有全中國最昂貴大橋之稱的果子溝大橋 同樣地都可以在我們這個旅程裡面見識見識一下 之後我們就會看到冰山的灰屯市 稍作休息一晚之後就會進入到第九天的行程 就會來到有億年奇觀之稱的獨山寺大峽谷 講起大峽谷大家比較常聽見的當然就是美國的大峽谷國家公園 但是如果你來過新疆的獨山寺大峽谷的話 可能大家就要改觀了 屬於我們中國的獨山寺大峽谷 曾經榮登國家地理雜誌 這裡也是我們全國最美公路的獨庫公路裡面的第一個景區 這裡也是多套電影的拍攝取經場地 整個谷底闊100至400米 谷間闊800至1000米 由谷底到谷間可以深入200米 海拔1070米那麼高 來到這裡大膽的朋友也可以嘗試一下 來走一走位於大峽谷裡面的玻璃盞道 來挑戰一下自己的膽量 在看完大峽谷之後 我們就會回到烏魯木齊這個新疆首府 從前來說 在一些傳統的行程中 烏魯木齊只是作為新疆之旅進出以及補給的一個搏腳點 正因為這樣很多人都會忽略了 烏魯木齊作為新疆首府 其實他也是具有到豐富的旅遊價值資源 因此我們就會來到行程的第十日以及第十一日 來到重點玩一玩 新疆首府烏魯木齊 第十天的行程中 我們就會去到烏魯木齊附近的天山天池風景區 天山天池風景區作為國家重點的5A級景區 以及世界的自然遺產 在這裡絕對不會輸給其他新疆風景區的壯麗景色 當然除了看風景之餘 我們也要重點發掘到當地的人民色彩 因此我們就會去到我格仔認為全新疆最棒的博物館 位於烏魯木齊市的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 就是我們了解到新疆人民風情歷史文化的最佳博物館 在這裡最出名的當然是有古代西域三十六國之一的 流蘭古國裡面的流蘭干絲 除此之外如果大家還想看到其他在古代西域的奇珍義寶 這裡絕對能夠滿足到大家的好奇心 大家就可以從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裡面感受到 然後西域這一塊作為我們以前中國要去到和其他世界各國 連接的唯一通道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 當中輝煌摧綻的歷史都可以在這個博物館裡面見得到 然後我們就會進入到第十一天的行程 在吃過早餐漫遊到當地的一個著名的公園 紅山公園來俯瞰整個烏魯木齊市之後 我們就會去到一個我格仔認為相當好玩的景點 這個景點就是位於烏魯木齊的新疆古生太原漢血保馬基地 漢血保馬大家聽得多 究竟這個世界是不是真的有漢血保馬呢 答案就是不單止有 在這裡還有形形色色不同的漢血保馬來到這裡 為什麼漢血保馬要稱呼為漢血 當你看過之後就會找到當中的答案 作為我們中國歷史上的千年名區 漢血保馬去優美的形態以及敏捷的身手 真的絕對能夠稱得上馬中之王的這個稱號 難怪漢血保馬的身價曾經在拍賣會上是可以高達1600萬美元 折合我們港幣是達到1億2800萬 足夠我們買20台法拉里有餘 而來到這裡我們就可以見識到 純種的漢血保馬一賭他的神秘風采 而不單止是這樣 除了漢血保馬這麼珍貴的馬匹之外 在園裡面還養著來自於世界各地不同的馬 而當中還有全世界體型最龐大 體重最重的夏爾馬 這種類型的馬 他站立起來的時間 肩膊位置已經超過兩米高 整個人走過去就仿余好像縮小了一樣 當時我看到的時間都嚇了一跳 整隻馬他的體重是可以超過一噸的 而且在園裡面除了馬匹以外 還有大量珍貴的奇珍義保 也都同樣地給我們一個理由 值得花時間在這裡留久一點 然後作為旅程的尾聲 當然我們就要來到非常著名的 位於新疆烏魯木齊的國際大巴澤 來作為最後的血拼 買多些手信帶回香港 大巴澤在新疆維吾爾語裡面 也就是解造大市場 顧名思義這裡就是匯集著全新疆 形形色色不同種類的商品 是旅遊人來到新疆必去的景點 然後經過這麼多天精彩的旅程 我們就會來到第12天乘坐直航的飛機 就回到香港作為今次旅程的完結 在這裡需要注意的就是 今次我們的行程是會包送一張 夠玩全程12天的電話數據卡 就讓大家在旅途裡面都可以暢通無阻地上網 再加上也都有一些老人家的優惠 以及我們特地為大家精心安排到的 俗稱飛機以旅遊大巴的豪華巴士 都會提供給大家舒適地玩進新疆的這12天旅程 大家對這個旅程有興趣的朋友 就可以WhatsApp過去 加852-6828-7447 聯絡潘小姐去到報名 以及查詢行程的細節以及價錢 再說一次是WhatsApp加852-6828-7447 聯絡這個WhatsApp 希望到時見到大家和我格仔玩盡這12天的新疆之旅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就到這裡 臨結束之前再次提提大家 記得訂閱新潮民的頻道 新潮民2.0的頻道 以及在訂閱的同時記得按旁邊的鈴鐺 再按全部 才為之是完成整個訂閱的流程 這樣你才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和直播通知 今天的節目時間就到這裡 拜拜